挂上新春挂饰,煮上雪肠,倒上一杯热腾腾的酥油茶,与家人共同举杯,倒上一声新年好。 在四川阿爸藏族羌族自治州,壤堂县宗科乡加斯满村里,最引人注目的日斯满巴雕房内, 陆五王尔甲一家正齐聚在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家中,共庆兔年新春。 这座依山而建的雕房融合了安多、嘉隆、康巴三大藏族传统民房建筑特色,高25.6米,共9层。 是阿爸州发现年代最久,层数最多的古藏民居,被称为藏族民房之王, 以陪伴陆五王尔甲走过七十七载的春秋。 对陆五王尔甲来说,雕房既代表着祖祖贝贝的传承,也见证了子子孙孙的成长变化。 又是一年新春,陆五王尔甲心中更是感慨万千。 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祖祖贝贝嘛,祖祖贝贝传下来的,现在有40来代了,所以说传到现在, 我们40多代的人还住在那个雕房里,大家都很开心,就这样子的。 这个就说是这个街乡的房子,如意的房子。 2006年,日思满巴雕房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作为儿子同时也作为老雕房的守护者, 以视而立之年的格桑罗布,希望雕房带给家人的守护,也能守护村里的百姓,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。 雕房对我来说是,应该说是个宝贝吧,我们在这场变化很大,因为这个雕楼的便宜, 回家把旅行都要发造了,就变成很大,这个成了这个回家级文物的以后, 就我们这儿老百姓不需要外面去打工,能帮得到老百姓的有好处, 所以说,我觉得这个是个宝贝。 或许是受雕房影响,若武王尔甲的孙女罗乌楚大学毕业后,也进入了文旅行业。 随着雕房的出名,有越来越多游客到家里参观。 罗乌楚非但没感受到打扰,还会主动为游客讲解雕房历史。 他希望能借助雕房的影响力,借助自己的能力,带动家乡旅游业的发展, 让家乡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不知是第几次府上雕房内的转金筒, 罗乌楚一边与家人祈福,也一边默默许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。 新年的一年,最希望的就是家人平平安,各个方面都顺顺利利, 希望自己工作也顺利,希望姐姐也能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。 讲编舞,然后拍视频,然后以短视频的方式发出去,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里,然后来这边玩。 一年年过去,如今近700岁的老雕房又被赋予了新的象征。 相传曾始于一段坚真不渝爱情故事的雕房, 对洛武王尔甲一家来说,早已带上了亲情的含义。 而对加斯满村来说,或许又是未来发展观光旅游的强心计。 雕房外,藏寨一片宁静祥和。 雕房内,小孙女举起手机定格下了家人笑闹的瞬间, 记录下了当下洛武王尔甲一家对新年的期待和向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